Hello 大家好 正常禮拜一晚 不過又是叫做正常 我們遲了 Not that I'm proud of it 我不應該遲 每次都會有些事情 今天我們繼續是說 Depression 但今天主要會是說 Depression的Background 多一點Depression的Background 因為我好像 有些人自己已經知道了 以及關於Depression的飲食 應該怎樣去應用 今天就轉了一個背景 因為上次的人就說 毛頭冬公三太子 超恐怖 這次就坐在一個 光猛的地方 讓大家不要太害怕 OK 在我開始說正經事之前 讓我做了一點點 每次都會有些 對 那個Announcement就是 大家很關心關於那個默倫 想用手掌 即是用機器去檢查 我們技術不是非常高的同事們 包括我 當然最沒有技術就是我 就已經研究成功了 這件事是怎樣用的了 這樣 所以大家 隨時可以上去 這樣 但如果不想等 即是萬日 那隻鏡子 你上去 剛好就很多人在 這樣 然後大家都在檢查 最好最好 都是傳一個WhatsApp 這樣 講實時間 OK 同事會很樂意幫你檢查 費用方面很簡單 就是 就這樣檢查 它會檢查你的默倫 以及你的氣場 兼顧 還有那個 是 等等 默倫、氣場 還有一些 性格的 還有你的 Brainwaves 那那個呢 就會是180元 那你只要有任何的消費的話 都會抵消 OK 那這個做法 應該就會 初步 我們會做到 4月底的 OK 就看大家的反應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我們就繼續 這樣認識 好嗎 OK 那 這個是第一個 跟我檢查的有什麼分別 可以說一點 就是 我檢查的數值是 你自己的 意思就是說 你的100%是最高 就不是跟別人比的 OK 那如果你知道 機器那些東西 它就是 會有入定一個數值 那你的數值 relative to 大眾的數值 是多少 OK 那我覺得 最好的 為什麼要入這部機 這部機 都相當之 就是之前聽我說過 是價值不菲 但是為什麼要入呢 你明明可以自己人手 查到為什麼要入這部機 我覺得是給大家 現在有個客觀的準則 就是你可能會覺得 我找你檢查 是 你都說得對 我這種情況 不過 那我怎麼知道 你是不是 叫我做完一些事情 之後你再幫我檢查 就說我升了 那我怎麼知道是真的 是真的假的 那我明白你們的這個考慮 所以我才會 啊 很肉赤的 照進這部機 回來 那就是可以在 我不在場的情況之下 你都可以 來 就這樣 什麼都不帶 可能你什麼水晶 什麼都沒有 情況之下 進來就這樣 檢查 就是我們說你的 Bear 就是Bear shell 什麼都沒有的 天地牆 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有穿衣嗎 OK 然後就這樣檢查 檢查完之後 那我同事可能會跟你說 啊 這件事適合你 你試一下做這件事 或者是這樣的 然後你試五分鐘 五分鐘之後 你回到同一部機 你明白嗎 那譬如我們說過一些 眾撥 就是那些聲音治療 那些眾撥 或者是 墨輪杯 或者是一些 水晶的 配戴在身上的東西 墨輪油 You know 那一個公正的方法 就是 through一部機 去告訴你 有沒有用 那你就可以 譬如聲音治療之前 check OK 聲音治療之後 再check 去fuel個difference OK 很簡單 另外一個announcement 就是 我們現在拆開了 就因為我們 初時就將它combine 就是墨輪儒家 再加上聲音治療 OK 現在我們拆開了 那就是 二、四、六 就是墨輪儒家 那禮拜二 就會是 底輪 加深夕輪 禮拜四 就是太陽輪 加深輪 禮拜六 就會是 喉輪 眉深 加頂輪 OK 我們這樣拆開了三解 那聲音治療呢 就變了是 這個 三、五日 OK 具體時間 星期日 即星期日 即星期日 二、三、四、五 就會是 夜晚八點 不論是瑜伽還是 星期日 然後 如果是 星期日 星期日 就是下午兩點 OK 我們已經試過 整個星期日 就是 聲音治療前 檢查手掌的默輪 OK 接著 做完精神治療之後 再出來 再檢查 去看一個分別 包括 現在我們做的 療療課程 都是這樣 你們是 之前 之後檢查的 因為我想你們 OK 有 那句 就那句 實事 求是 去看到 那樣東西 對你們 真的有幫助 而不要 不要 這個才真是科學的角度 就不是 穩定一個角度 一個觀點 一個檢察官的邏輯 就是我一定要判斷 那個人是有罪 那我就 集中一大堆的 資訊 是能夠 詆毀他的信譽 能夠 證明他當時在現場 然後 將一些 所謂的 incriminating 的 evidence 放在一起 OK 就是 正如我 就說 我一直都不認為 只有一套模式 能夠行走 當胡 一套模式 就一定能夠 包 所有的疾病 醫好 沒有問題 我知道 當然西醫會覺得 食藥 打針 開刀 就是終極方案 但是我相信 這個世界 會有其他人 跟我一樣 是覺得 總是有其他方法的 不是說西醫那套方式不好 不是說食藥打針 做手術不好 不是 但是只不過 作為病人的我們 我們想有更加多的權益 我們想有更加多的選擇 我們想保留我們的知情權 去知道更加多的東西 我明白你們 真的看你的西醫 你的西醫不會跟你解釋 中醫的角度 跟你說其他不同的方法 但是 這個就是我會做的事 我沒有辦法 我已經沒有能力 去醫治你的疾病 但我只能夠幫你分析 不同的 模式 不同的體制 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傳統 會用什麼方式 包括今天我們現在說的 就是抑鬱症的背景 和抑鬱症在飲食上 應該怎樣做 那你的方法 是科學系的 因為我是說一些 醫療報道 一些大學的研究 但是對於一些人 我之前提過 那個自稱是醫生的 但又不是在香港執業的 那個人士 後來才知道 原來我不是他唯一的 攻擊目標 是包括有很多前輩 博士 他都照攻擊的 所以跟我在下 有沒有選過講者 或者是我的訓練的背景是什麼 其實是毫無關係的 我相信找得我的人 就是因為他買我這一套 買我這一套 就是我和你的資訊分享 我和你解釋 你現在所面對的情況 你的選擇 原來有這麼多不同的選擇 當然你最後 如果你覺得你是買西醫 你去看西醫 我絕對支持 沒有問題 你想看中醫 你想看什麼都沒有所謂 但是我們保留我們的求知欲 我們的知情權 我們能夠有的選擇 我們可以向不同的模式 作出我們的選擇 我們可以向一些很有權威的 去說不 因為為什麼一個身體是我們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我不是挑戰任何人 我都沒有讚文 或者是去說哪些模式不行 正如好像那一集 我說咖啡冠廠沒有用 我咖啡冠廠有用 因為據我所知 那位眼什麼什麼 他是在英國執業的 但是他的宗主 就是查理斯王子 自己說咖啡冠廠很有用 因為幫回他的朋友 好 例如說 英國的國家醫療系統 怎樣去經過資料搜集 他們的數據顯示 原來有很多做化療的病人 其實是一做化療 30天之內就死了 而他的死因並不是因為癌病 所以 以數據說話 很簡單 我指的東西 都是以數據去支持的 所以大家不要緊 你當作一個資訊節目 就這樣聽 好嗎 好了 現在很多聽眾朋友進來了 那我就 你一聲多一句 沒有化妝 很害怕 如果接受不了素顏的 就聽聲 因為我今天放假 我就不想每天都要化妝 我想讓臉自己休息一下 OK 弄了眼睫毛 所以應該也不想太好毛 但是沒有化其他東西 所以接受不了 就即管去聽聲 OK 那我們現在開始說了 我想分享的是 原來 今時今日 其實 每七個人 會有一個 會受到疾病的症狀 OK 七個人會有一個中招 所以香港七百多萬人裡面 就遇到一百多萬人會中招 今時今日 症狀可以說是 令人喪失工作能力的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尤其是一些 我們叫做developed countries 即是已發展國家 那是不是代表未發展國家 那些人就沒有那麼疾病呢 那個數據沒有這麼顯示 我只能夠說 可能在未發展的國家 或發展中國家 他們可能 有其他的因素 OK 去影響到他們的數據 即譬如舉例說 他們不是那麼關心 疾病嗎 疾病 可能他們比較關心的 就是 例如霍亂 藥疾 即舉例 其他的疾病 可能他們會受到其他 戰亂 或者是內亂 又或者是政治局勢不穩定 如是等等的原因 還有fatality rate 即我們叫做早死 所以他們不是那麼concerned about 這個depression 但depression在發展 特意發展國家 它是影響失業 影響喪失工作能力得最大的 包括是中至低收入的國家 OK 其實全球現在有150 million的人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 即是一億 是不是一億五千萬人 是受到depression影響的 OK 而它的影響是會大到怎樣 即是 我自己是國內人 我明白的 就是 你完全什麼都不想做 你不是說退 你不是說懶 大部分身邊人不會理解 就會覺得你是退 懶 不想做事而已 其實不是 你是真的 我們說是 是失去那個 是另一個 cause of disability 令人 簡直是 喪失求生意欲 喪失工作能力 喪失你日常的社交生活 基本上 你即是躺死在床上 Literally 那跟人的智商 學習水平 以及他的 EQ、IQ各方面 沒有關係 因為有一個名人 大家都認識的 也有depression 就是Wincent Churchill 尤吉爾 尤吉爾 一個很厲害的首相 大家到今時今日還在祝福他 之前還有一部電影拍關於他的 他的臨危不亂 以及他的能夠在危機之中 帶領整個英國脫離這個險境 他有先見之明 如是等等 A great great man 但是他也有depression 在自己的自主 他也有提到 他說是好像一個 好像一個 Gray Veil 忘了是Dark Veil 還是Gray Veil 總之是一個 一個 糾童 套住了一個人 這個呢 其實如果 你們想聽一個比較神化的背景 神化的版本去解釋 Depression 這個可以在神話故事 可以解釋 這個跟一些神話故事 跟墨倫的 我們叫做gatekeeper 是有關的 七個墨倫有七個gatekeeper 分男女 但未必真的那麼適合 在生酷感受到說 OK 可能 將來我和事官 夾一夾時間 如是我問到說 但那個會是一個 大家認為是神化版的 就不是 Based on Medical Journal 大學研究報告 這樣 但今集的Tone 我們還是維持在 這個科學角度 OK WHO 即是世衛組織 就預計 Depression 會成為全球 第二大最主要的疾病 即影響到人們最重要的疾病 是第二大 即是計癌症 心臟病 它現在會略升成為第二 去到什麼時候會成為這個常態呢 就是2020年 我們怎樣能夠預防這件事呢 一般大家知道就是吃藥 就是Antidepressants 但似乎不是所有人有Depression 吃了Antidepressants 都是能夠達到很理想的效果的 而Antidepressants 眾所周知 甚至在藥物的包裝上面 也會有寫到 其實有Side effects OK 那有些人 就是真的不知道 我除了吃藥之外 有什麼選擇呢 這樣 所以其實今集 和接下來幾集 還是說了Depression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會分享一些 Natural Remedy 就是天然的治療方法 當然這件事我講出來之後 可能那個眼瞎瞎 又走出來說 這些是沒有用的 這些垃圾來的 只有西衣最厲害 只有西衣最高 You know what 我當他反風 I really don't care OK I do what I do he does what he does I really don't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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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那就是我現在對的是我的聽眾 我對的是想幫助自己 或者幫助身邊有Depression的人 吃西藥以外的選擇 OK 好了 這樣就是我們那些是 Natural Way 天然的方法 OK 去幫助你那些 即是很抑鬱的症狀 包括有什麼方法 包括透過吃一些減低消炎 OK 減低身體發炎 OK 情況的一種飲食方法 OK 是接近地中海飲食法的 OK 為你的身體提供必須的維他命和礦物質 去令你的身體的荷爾蒙得以平衡 所以大家如果聽到這個節目的話 又聽到我說五次一次 我基本上 儘量叫大家避開一些大豆的製品 包括豆漿 豆腐花 豆腐 如是隨便除了納豆 除了印尼菜的Tempeh 就是剛剛才吃了 為何我會叫大家儘量避開一些東西 因為它會擾亂你的荷爾蒙 Hormone balance 這件事是很難的 這件事老實說 包括內分泌科的醫生 都儘量不想碰 因為你真的很難去平衡你的Hormone 當然你說如果你爆瘡爆到整個臉 醫生皮膚科可能會出一件事 叫做Diane35 是一個鼻印藥 它就是抑制男性荷爾蒙 提高女性荷爾蒙 皮膚會變得漂亮 毛巨也會變得小 是真的 如果大英35都不合理的時候 可能會出另一個殺手感 叫做Rocutane 或者另一個名字叫做Accutane 那個是驗血檢查你的肝臟的指數 才給你的 但是這些情況之下 醫生就會用一些Hormonal 即是荷爾蒙的療法給你 大部份的情況之下 建議大家都不要這樣做 就算你驗了 即是你找我去檢查 還是我去檢查 都沒有所謂 如果你的生殖倫 功能是低下的話 我也寧願去看中醫的 中醫可能你去看的時候 中醫會說 你的公寒 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即是女性 或者你的腎音 腎羊 影響到 等等 其實有很多原因 藍少也會說你陽氣不足 所以有勃起功能障礙 這些的話 中藥有很多方法 舉例 都是為了保護神陽的 淫陽霍 巴激 道中 這些 鎖陽 一聽就已經知道 這些都是幫助陽氣保存的 如果你的腎音的話 可能會是熟地王 墨東 天東 還有西洋心 當然是花膠 生音樽 如果你的女性生育的話 譬如紫河車 即是胎盤 綠胎 譬如我做職員 我一些客人真的有這個需要的話 我會給一些製作 就是綠胎的製作 綠胎的製作 綠胎的製作 不建議大家自己亂買 亂吃 因為荷爾蒙這件事 你真的不想搞 因為如果它 亂了 就很麻煩 不能說 按一個按鈕 就變回 變回 factory settings 而綠他命和礦物質 對你的大腦 brain function 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是骨湯 像我所說 我不是迫你們去幫襯我 不是 但可以自己煮 再說一次 如果你喝骨湯 如果是豬或牛 就要煮60個小時 煮到骨灌 有時候可以用骨灌 骨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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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骨灌 骨灌 骨灌 如果是骨灌 骨灌 24至36個小時 蝦 我們煮豬 是熟60個小時 雞是36個小時 魚是24個小時 然後 蝦是十幾個小時 OK 四種的湯 有四種不同的 好處 譬如豬有collagen 很多 如果是骨灌 如果是骨灌 透明質酸 即是皮膚補水 其實我之前也有提過 就是 現在我們用的 透明質酸 或者叫玻璃酸 台灣 以前是雞灌 雞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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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 龍蝦湯 類似的味道 沒有撒走 那種 這是國家各個�x 你看到 brown 我可以化妝,我可以做好閃鏡,但是我亦都不介意素顏私人 因為 I am proud of myself, I've been through so much and I'm still standing So I give myself credit,我不認為我不化妝就不能見到人 我不認為你一句好慘我就會大受打擊,我不會 and I think everyone should have self-confidence in themselves 什麼叫depression呢? 就是當一個人是持續性的,情緒處於很低落的狀態 不是說我剛剛失戀,然後哭了兩個禮拜 Well, that is normal 正常的,或者被老闆省完之後那天你的情緒都很低落 Yeah, that is again normal, it's fine 我在說不是這些 我在說的是你一直在沒有任何事情誘發的情況下 你的情緒都很低落 去到一個程度影響到你的日常生活 譬如我舉一個自己的例子 就是我當年有depression的時候 我甚至連床都不想落 我會WhatsApp 那時候沒有WhatsApp 我會跟朋友說 你快點出來,我很想見你 你快點出來 但我朋友去到樓下 我是下不了床的 我是很不開心 我很想下去找我朋友 我感覺到世界末日 但我好像同一時間被釘了在床上 未試過Depression的人 不太知道是怎樣 但是很難理解 既然你這麼想見你的朋友 為什麼你不下床 你不就不要化妝 不像現在這樣送來 就衝到街上 但你真的好像Crucify了 釘了在床上 是對於本人 他有很大的無力感 很多事情做不到 他想睡都睡不到 但你叫他去看電影 你叫他唱K 你叫他打麻將 你叫他散心 他連床都離開不到 OK 就是活死人 所以我說 所以我說 Depression 其實有一個 靈性的原因 但因為 顧念有聽眾 可能是基督教 是天主教 他們未必接受到 所以 我將來留下 於是我問 我跟次官交了一夾時間 我就會說Depression 一個大家沒有聽過的 靈性的版本 給大家聽 OK 跟你的靈性的揚聲 是有關的 跟你打機 要打大腦 那個效果就是一樣的 OK 所以你問我 你真的看西醫 西醫就是會 針對你肉身層面 就跟你說 你吃藥 你因為你不夠 neurotransmitters 你不夠 腦內存肉體 在你腦內的 藥物不夠 這樣 我就開藥給你吃 OK 但是 它不會跟你說 你的 diet 要怎樣改變 OK 即是我接下來要說什麼 西醫也未必會跟你說 你這個Depression 的成因 會是因為什麼 我們通常都會說 可能是壓力 可能是家族遺寸 但其實還有一點 OK 肉身層面 如果你真的單純 是因為你腦內的化學物品 化學物質 就是brain chemical neurotransmitters 不夠的話 你真的吃藥就會好 如果你是四個層面 肉身 情緒 能量 靈性 如果你真的只有一啟 是肉身 你吃藥馬上會好 OK 但是如果你不是這一啟 恐怕吃藥也不會有太大幫助 OK 而去到第二啟 第二啟 第二啟就是什麼 就是下面一層的情緒 就是你有一些情緒的壓抑 即壓了很久 OK 它在你身體裡面 你身體已經處理不到 它就輕易 When your body says enough is enough OK 即是你身體說 我夠我受夠 我不要再take 那麼它就 shut down 所有的東西 那你就就是躺在床上 OK 你就變了消化又消化不了 你睡又睡不到 即是活死人喪屍 就是躺在床上 OK 這個是emotional層面有關的 那這個時候 就是鬼佬點閱 即是 thought field therapy 是有用的 那thought field therapy 你的精神科醫生 未必會跟你做這件事 但是它是一個精神科醫生發明的 OK 叫做Roger Garlandhan OK 那我已經成功了 OK 所以客人來到的時候 我會問 你的情況是什麼 這樣 然後會跟他談 然後看看他是 什麼情況 那如果跟你談完之後 我覺得你真的肉身層面 你可能真的 Grain Chemicals 不夠 即你腦裡面真的 有些東西不夠的話 我是會 refer 我雙屬的醫生給你的 不論是精神科醫生 中醫 針灸師 或者是骨醫 我都會推薦給你的 當然你不一定要找我 你自己的 你可以去 OK 只不過我是想說 我不會是那些 就是唯有我自己的套最高 唯有我套最厲害 所有人都是垃圾 我沒有那樣東西 OK 那第二個就是情緒 說回來 thought field therapy 就是教你 想著你那件事 你在那個情緒裡面的時候 你就tap 那為什麼tap會有用呢 正如我開了一張很恐怖的相片 給大家看 在一張恐怖的相片之前 不如我開一些不恐怖的相片 給大家看一看 這些就是不恐怖的相片 看不看得到 A 不是很看得到 因為那個光反光 看不看得到 是不是很重要 兩個兒子 OK 那你們畫面 看到左手邊 圓圓圓圓的 就是Rosemary 還有眼圓圓圓的 就是Parsley 聽到不恐怖的時候 看這個 我還有一個仔 對不起 我給大家看一看 這就是他 OK 是不是很可愛 呢 Truffle OK 好了 OK 這樣 就 我熄了一個螢幕 大家看清楚一點 對不起 我又是時候曬我兒子的時間 OK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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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仔 這個就是Parsley 穿了小衣子的時候 她的樣子 很可愛 OK 不好意思 曬小衣子的時候又到了 OK 這個就是Truffle 你睡在這裡 反肚肚的時候 為什麼不反肚肚的時候 反肚肚的時候 OK 好 接著了 得意完了 給你一些不得意的東西看 好嗎 就是不得意的部分 就是在這裡 OK 看不見到 啊 電話會 是個螢幕 好耶 現在是否好一點 對 我再看看 我都說我技術白癡 我真的沒有壓力 OK 可以嗎 清不清楚 有光得正 OK 看不見到 這一條呢 就是我放血 放出來的血 是不是恐怖到一個點 OK 那這一個呢 就是 我也跟大家說過這件事 就是 我講的時候 去突骨 那個中醫 他就幫我按一下按一下 手臂內側的時候 按一下按一下 然後他就突然看著我 他說你是不是 九個月至一年左右 你身包曾經有事 我本來就快睡了 我看著他 我就說你怎麼知道 這樣 然後他說 因為摸到 你不要當是特異功能 我試過有個中醫這樣 阿姐你布甸都試過 他的中醫也是 按一下按一下 就說 說得出的 他那一陣子吃了什麼 睡覺睡成怎樣 中醫有氣感 那我的中醫就是 用氣感 摸下去 他就摸到我身包經的大穴位 然後他就塞了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知道 是九個月至一年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他就說 我可不可以幫你放了他出來 我們試過刮沙 拔罐 拍沙 什麼交叉都試過 無論 到最後 就用了放血的方法 就是放了剛才那個 大家是不是見識一下 又再看一次好不好 就放了那條 大幽隱出來 看到嗎 我怎樣才不反光 看到嗎 看到嗎 黑色的 我閉上螢幕了 你看到這個大黑色 一條乳血 周邊那些是鮮血 媽是女人 但中間那條乳血 就塞了在我的心包經裡面 所以你問我 其實情緒 對呀 你發了那一刻 都沒事的 你發了爽的 你發了出來 你以為 但是其實 他之後 是形成了一個阻塞 就在你的身體裡面 所以為什麼 我說 Dr. Roger Gallenhan 那些鬼佬點穴 他就是打回那個穴位 我先舉些例子 給大家聽 OK 讓大家了解一下 到底為什麼他會是活動 等一下 OK 沒有什麼氣 其實 抱歉 他怎麼樣 什麼經絡 跟什麼有關 例如我們 如果 Tap 這裡 叫做Under Arm 其實是Spleen 和Pancreas 的Meridian Spleen 即是皮 和Pancreas 即是胰臟 OK 然後 E 就是胃經 OK 接著 這一個 就是肌肉 神經 OK 接著 這一個 就是 膽經 膽經 抱歉 抱歉 這裡 就是肌肉 這裡就是膽經 OK 接著 手指尾 是心經 這裡 是大腸經 這裡 是任脈 這裡 是篤脈 OK 接著 終止 這一個 就是三招經 OK 總之 有不同的經 OK 所以 就是看你之前的情緒 困在你哪個經樂裡面 就會 這樣 去打 那個 拍打 不是真的兜花兜花戰 OK 就是 這樣去Tap 那些穴位 譬如說你的情緒 因為憂傷皮 OK 好了 你的皮經受損了 那我要打哪裏 是針對皮 就是這裡 那女生很容易的 就是BRAD 這個位置 那你就會打這個位置 OK 所以我們就會做個 討論 就是我見客的時候 我跟她聊聊 發覺她腸胃很差 我舉例 腸胃很差 我檢查了 太陽倫真的很弱 這樣 然後跟她聊開 然後再檢查一下 她背後的情緒 原來她真的經常擔心 這樣 影響到她的皮 好了 我們就要Tap 這樣 有一個Sequence 就是有一個 組合的形式去打 我會教客人打 然後隔捨下給她 教她回去打 OK 然後 能量清洗的時候 就躺下 清晰太陽倫的阻塞 清晰太陽倫的情緒 然後再加入太陽倫所需要的能量 等等 OK 當我也會很殘忍 放些縱潑在你身體上面 即是說定給你們看 免得你們 不知道我會做什麼 OK 我開些照片給你們看 就是 你們這樣見不見我 會不會很殘忍 我又吃了 OK 對了 即是會這樣的形式 看不見到 OK 那你就會躺在這裡 把照片的右上角 是枕頭 頂有個縱潑 然後我會有七個縱潑 給你七個輪位 金屬那些 基本上會放在你身體上面 OK 男士呢 就保證 生殖輪 我就不會真的放在你的生殖器上面 我就會放在你身體旁邊 OK 女士就可以的 OK 那你看到還有些水晶的縱潑 不記得彩色蝦條 那些 七彩蝦條 那些 我就不是放在你身體上面 我就會一路敲一路轉 就透過那個 frequency 的震盪 令到你的身體 那個默輪 得到清理和加強 那 右下角那裡 你會看到 有一個木盒 裡面 就是一些做 vibrational healing 的 device OK 我之前有說過 就是一個 瑞士的神父 發明的 OK 其實它是一些不同的 一個 你當是一個陀螺 裡面有不同的內膽 正如你水晶的那些默輪杯 那樣 你說有什麼理由 你有個內膽裝上水晶 怎麼會影響到那些水 那樣 但你不要理 你檢查pH值 它真的變了 你檢查 它那個 水裡面的礦物結構 它真的變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這些就叫做vibrational energy OK 我都未開到這一飯 去講這一飯 但我想大家有個心理 就是知道這件事是真實存在 而一些科學家 是知道的 尤其是 讀Physics 物理學的科學家 那你個西醫 他未必是科學家 那我就未必知道這些東西 OK 那些什麼眼瞎瞎的 那些什麼都說 這些全部都是垃圾 騙人啊 這樣 這樣 那我只會笑它太無知 OK 那因為其實 我有很多的 paper 我未講 一個星期做一集節目 你以為我可以 長命功夫長命做 OK 那我今天 tie in 我還是講回 depression 的食 OK 那好啦 總之就是 如果見面的話 你預計 我會跟你講 大概15分鐘 檢查15分鐘 然後半個小時 就會這樣玩 OK 好嗎 那好啦 我們回去講 Depression的成因 OK 一方面真的是壓力 其實壓力不只是你老闆 或者你另一半這些壓力 是你身體 你生活裡面的壓力源 OK 壓力源包括你很喜歡打機 它同時是幫你減壓 但是同時它也是一個壓力源 因為你比如說 我對著我老闆 我經常工作 我打機是減壓 是真的 OK 但是你打到一兩三點 而你睡覺時間少了 那是不是壓力源 你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你一定是一體兩面 每一件事都 所以你的壓力源 一直增加 就像酒桶 越來越多東西在裡面 它就沒有辦法處理 它就會爆了 OK 接著 就是 Unresolved Emotional Problems 這個就是我之前一直都說 我就是說 情緒你不要以為發了脾氣 生氣完 或者吞了就沒事 它是落在你的經絡 它在你的墨輪裡 已經塞住了 那你墨輪是你經絡的樹根 而經絡是樹根 而經絡是樹根 如果你的經絡 即是 樹根 墨輪都塞住的時候 你的樹根都不用自以茂成了 你明白嗎 OK 所以 就不要想著 我發了脾氣就沒事 不是這樣的 你要清理 所以你來到 我給你一份問卷 我同事會一直問你 我回答 包括你不開心的時候 會做些什麼 我看到真的得淡笑 有些人說 睡覺 發呆豆 這樣 購物 其實睡覺每天都會睡 發呆豆 就幾時都會發 尤其是聽人說 有鬼悶的時候 就發呆豆 購物 購物都會一直會 這個不是針對你的情緒的處理 你明白嗎 為什麼人們會失戀 會去唱一些失戀的情歌 會有針對性 你明白嗎 那你針對你的情緒 你是怎樣有針對性的處理 這一個是 我們讀中小大學都沒有人搞的 OK 但這件事是要搞的 OK 唱失戀情歌 是有針對性 但其他那些呢 例如你問我 你對著你老闆很生氣 然後你去打泰拳 你幻想那個沙包是你老闆 那就是有針對性 但你說你真的睡覺和發呆豆 對不起 沒有針對性 可以嗎 OK 所以不要以為你的瘋狀 真的這麼簡單 你吃幾粒藥 都是那句 如果你純粹肉身層面 而構成瘋狀 你吃藥會有用 馬上立竿見影 但如果不是因為這樣 是因為有 unresolved emotional problems 即是未解決的情緒問題 OK 那你就需要透過鬼佬點閱 或者是花精療法 OK 花精療法呢 然後呢 有人出來攻擊 或者一些垃圾 沒有用 但當初發明花精療法 那個 Dr.Buck 大家都聽到 是Doctor 是一個醫生 OK 那花精療法呢 現在大家都會熟悉一點 因為你看到我Dudu姐 在賣的那個 就是幫人睡覺的那種花精 OK 那個就是混合好了 OK 那我們的那些 就是針對你的個人情況 去幫你調配的 OK 每一瓶 就滴落個 每次滴幾滴 落個喉嚨 舌底 OK 好嗎 好了 第三個構成原因 就是neurotransmitter imbalance 就是什麼 就是腦內全導體 腦內的化學物質 失去了平衡 OK 這一個呢 其實呢 西醫 就是你看到精神科醫生 他未必會跟你說為什麼 跟飲食有關 我可以回答你 OK 當你跟遺傳都有關 但是飲食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我們呢 就說多兩三分鐘 就會去到那裡了 食物敏感都有關 食物敏感都可以令到你有depression 你簡單的說 就是你吃膚疹 你吃糖 令到你的腦發炎 或者有些東西是你的腦 你的身體接受不了的 OK 所以呢 你若見我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幫你做一個scanning 但是建議每次不要scan多過三樣東西 因為呢 scan一件事是scan很長時間 你接觸它之前 你拿著它scan一次 你放下它再scan一次 所以除非你說這個是一個保板 或者那樣東西 我經常都吃的 我不知道是否會對我不好的 OK 那你可以scan 否則的話呢 就不要花太多時間了 那我們可能三樣東西就算了 OK 跟著呢 就喝酒 因為酒會令到腦萎縮 其實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那樣東西 你的腦的大小是會縮的 尤其呢 例如你每天縮醉 會很頭痛的 OK 其實就是因為酒精 令到你大腦的水分揮發 所以你的腦就赤著痛了 OK 所以這個時候真的喝多點水 OK Nutrition deficiencies OK 即是不夠營養 令到你身體有depression OK 通常呢 精神科醫生都就這樣叫你吃 都未必解釋到這一部分 Leg of sunlight 那之前呢 都有解釋過 OK 我們有兩三個就給我講過 不夠陽光 都會令到你可以develop到depression OK 因為記住 你的皮膚裡面 那些黑色素 其實會轉化做能量 而你的微心輪 是要透過光 將它轉化 去加強微心輪 所以我才有教大家 那個 睡前望蠟燭的方法 OK 阿薩利潘 為什麼你的問題 你不在生童同學會上來問呢 不如你生童同學會上來問 這個月尾那個星期六 OK 你們有什麼要問呢 你們就來到現場問 現場問 如果答得不清楚 你還可以追問 3月30號 就是我們的生童同學會 OK 不用錢的 大家 不要說什麼都商業化 不用錢的 你們 只要發個WhatsApp 去917-2922 報名 就可以來的 OK 好了 還有兩個原因 Toxicity from Metals 就是重金屬污染 重金屬令到在我們身上有殘餘 令到我們有Depression 所以我就叫大家做咖啡冠腸 因為咖啡冠腸是非常之有效 可以使用你的肝臟的毒素排出 經過膽質一次過清出來 OK 是的 我不知道那些西醫 在抗拒這件事 是不是因為 我會倒大家米 我不知道 但是 作為一個佛教徒 我說的話 對得著天地良心 因為我相信有因果 OK 而咖啡冠腸 以前在醫學參考書 醫學的典籍 The Mark Manual 都有說 是對肝臟排毒的有效方法 Toxic Mode 就是發酵 所以叫大家不要吃花生 還有一些 放了很久的食物 不是發酵的東西不行 但是有些東西發酵 它真的有它的危機 所以叫大家不要自己亂用發酵和炸菌 那些人就說 你只是想我買你的那些 你那些五元成本 然後你買二百元一支 是的 因為那些是德國空運過來的純種菌膜 我又忘了拿純種菌膜給大家看 是粉狀來的 不是一塊啫喱 不是一塊那些 好像一塊那些 Jellyfish Jellyfish 就是水母 是不是叫水母 就是毒那些 海折 那種 是乾的 100%純種菌膜 OK 我們每一次用一塊的 發完就丟掉了 不是一邊吐一邊吐一邊吐一邊 一邊藥一邊藥 然後就變成有毛毛生 OK 所以發酵也要小心 因為如果你有其他不好的菌 進入了你身體裡面 你就會糟糕了 因為 Toxic Mode 是最難清理的東西 我告訴你 你重金屬什麼都好 甚至是賀爾蒙都比較容易 你的Mold是最難清理的 你要記住 Cancer的三大原因 三交學說 其中一個就是因為 Toxic Mode 就是 Mold菌進入了你的細胞裡面 另外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主流醫學認為的是 因為你的基因特變 基因的變種 怕排列的失衡 另外一種就是因為糖代謝的問題 那個就是比較傾向於我的角度 我傾向於認同這個角度 第三種就是Toxic Mode Toxic Mode 你問我有沒有方法處理 也有的 主要是要靠椰子油 所以椰子油非常重要 椰子油也是一樣 你不要貪皮 不要買膠盡 你如果上來我 WELLNESS WONDERLAND 和柳灣的小店 你會看到我所有的油 都一定是玻璃進裝 鬼不知膠盡 又不會打爛 運送油便宜 輕很多 為什麼我們堅持玻璃進裝呢 現在經過之前的牌子 NATIVA 驗了出來 去年消費會驗了46隻油 有自由物質 有素化劑 你們明白為什麼沒有 貪便宜到最後 醫藥費都要洗回來 不要太愚蠢了 OK Depression 是有何年齡 歲數都可以發生的 但是最主要產生的年紀 通常是成年人的 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 例如120歲 正常可能30幾 至45歲 正如其他的嚴重疾病 Cancer、糖尿、柏金遜 都是中老年人的機率大一點 我們可以認為是年紀大機器壞 亦都可以認為身體的傷害累積到差不多 當然還有其他的risks factors 包括你家人有depression 有精神病的病歷史 其他的藥物 你正在吃長期服用的藥物 會有depressive side effects 然後還有人生中的重大轉變 這個牽涉spiritual那邊 都是那句現在這裡不說 我免得失一些天主教基督教的聽眾 將來不是天主教 不是基督教的聽眾 可以聽著我問 我會公告的 那時候我就會講 Depression spiritual aspect Hello Alan my dear friend Hello Hello 接著就是 Ongoing stress Ongoing stress Ongoing stress 就是持續性的壓力 Trauma 就是創傷性的事件 比如舉例 大家例是 有個媽媽 要經歷自己的親生兒子 跳樓死 是一個大的創傷 他之後經歷Depression的機率會增加了 因為他除了是一個Trauma之外 他也是一個major life change 他再加上是一個emotional的事件 令到他很傷痛的事件 所以他會有很多Layer 去形成增加了患有抑鬱症的原因 但不代表你不可以單一 你真的可能是很單純 是因為你腦裡的chemical不夠 那這是最幸運的 一吃藥就藥到病除 但是如果你發覺 我吃藥都不知為何反反覆覆的話 那就是他會有其他原因 就是情緒的層面 那你就要那些 鬼佬點磨啊 瘦經啊 磅乾經啊 皮經 即舉例 這樣去CAP開 打開那些死結 你看到我那些糊塗乳血 如果現在聽 剛剛進來不知道我說什麼 在看之前 你看到那塊乳血的了 OK 在我的穴位放出來 你想想多辛苦 卡住了在裡面 情緒有發的 那塊乳血是 因為我生氣 因為我壓力很大 但是經常懵疹 經常都很緊張 卡住了心包經 OK 好了 接著 你TAP了之餘 TAP了 接著花精療法 OK 能量上 喂 如果你有心包經 那當然要清理你的心包經 用能量的方法清理它 加強它 OK 接著就是 加強你的經樂之餘 心靈呢 心包經 心靈 你猜他的老祖宗是誰 他的源頭是誰 心靈 就是 清理心靈 加強心靈 明白嗎 OK 接著靈性層面 我真的看人說人話 說真的 如果你告訴我 你是基督徒 我就會說 不如我們一起祈禱 或者你回教會祈禱 但如果我知道你是佛教徒 或者你是沒有宗教信仰 我就跟你說 你有沒有考慮過其實是因為什麼 佛教徒就會明白了 冤親債主病 因果病 大家明不明白 OK 但是看人的宗教信仰 好 Depression 到底有什麼症狀 第一 Fatigue 這個擺第一 什麼是fatigue 就是疲累 疲勞 而這個不是tired 你說我今天就去逛街 哎呀我買了五個小時 哎呀我去了東京 走新宿 攝谷 圓宿 走青山 我的腳都閉著 Yes you are tired but I'm not talking about fatigue OK Fatigue 它有一個 Chronic的 就是意味在 就是它是更長時間的 尤其Depression 那種fatigue 是疲累 身心的疲累 OK Presistent sadness 持續性的傷感 跟著不開心 Hello Dr. Chang Hello How are you 我 refer過來的病人 請你多多照顧 OK 跟著low mood 即是提名勁 情緒低落 OK 然後第四個 Irritability 即是說 很容易被人蹋著 很容易隔壁的人大聲些 或者說句話 嘩猛啊 OK 好了 feelings of worthlessness and hopelessness OK 即是覺得 咦 覺得自己 都沒有用的 都沒有什麼希望 即是你不會覺得明天更好 今天不行明天來過 好像要這樣大不了 不會的 你會覺得 唉天都不喜歡我 跟著 我也是沒有用的 我也是廢的 我媽覺得我廢 我老實覺得我廢 我真的廢 即是這一種 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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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除了分享 你們那邊的資訊 我還會分享其他資訊 明白嗎 明白嗎 然後就是 難以集中 OK 我之前沒有這個症狀 直到 Dr. Chang 給我一些很好的藥物 之後 那我就解決了 因為我真的很單純 就是 我 我第二次的時候 我零 糟糕 不是零 1 6 是不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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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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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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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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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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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 9 9 5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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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張醫生你應該會剷我 你可能會生氣 他們似乎對抑壓 這個症狀是非常有用的 但未必是根治的原因 有機會 病人不再吃抗抑鬱藥的時候 有機會症狀回頭 還有一部份抗抑鬱藥 我們叫做Psychotropic Drugs 有某些副作用 就是Neurotransmitter Degradation 以及你的大陸會有些變化 Hello Teresa 懂的 大家好 除了抑鬱藥之外 就是Psychotherapy 有什麼形式呢 簡稱Talk Therapy 講話 就是Problem Solving Therapy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這個是On my list 我遲早都要讀的 但我現在 一百萬樣東西在讀 沒有一百萬樣東西 四十幾樣 所以我真的還沒做到 我真的還沒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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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Interpersonal Therapy Ohhio State University 就做過一個研究 就發現Cancer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就是有癌病 還有Depression 就問他們 他們想要Individual Counseling 就是聊天 諮詢 或是想吃藥藥 或是一班支援群組 就是大家首牽手 大家鼓掌 大家支持大家 就是解酒 那些上下的 OK 就是group OK Therapy 他們就比較想是 談的 OK 比較想Individual Counseling 這個都挺好的 我都談得挺有用的 然後 Natural Remedies 我只剩下很短時間 很快地說 Eat a healthy and well-balanced diet 張醫生 你應該不會反對這件事 我相信 OK 這樣 就是 因為你的food choices 你吃的東西 絕對有一個 impact 是significant impact on你的health 它可以 either support 你的neurotransmitter 的 function 或者是against it OK 就是譬如 你吃的食物 如果它是你大腦喜歡的東西 那你的brain function 就會好一點 OK 好了 你的brain messenger 就是neurotransmitter 腦內傳到 看brain chemicals 是會影響你的脂水 影響你的energy levels 影響你的胃口 影響你大腦裏面 其他功能的運作 OK 那neurotransmitters a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influence by the foods you put into your mouth OK 食什麼靠叉 絕對影響 you are what you eat simple OK 2018年 這份東西都算新仔 OK 在一個primary care 的journal裡面 有登了一個study 就是說 一個anti-inflammatory diet OK 對抗發炎的飲食方法 which是很接近地中海飲食法 能夠好有效地 reduce your risk for depression OK 那他有compared to 其他的diet 的這樣 發覺這個是非常之有效的 OK 然後 再另外一份 就是2009年 published在哪裏呢 阿眼晴晴醫生 是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9年的study 為什麼我cote 真的是英國的 你好像在英國執業的 好嗎 OK You can challenge me all you want but I am speaking by facts and numbers OK Examined association between dietary patterns and depression 就是說 2009年 英國的一個psychiatry journal 就將飲食模式 以及有depression的人 OK 將他比照的時候 他發覺 3486個參與者 OK 當然還會有depression 他們 分開兩批 一批呢 就是吃那些whole food 我常常叫你吃whole food 叫你不要吃垃圾食物 是不是 講了一萬年 我講了兩年多了 這個節目 吃 eat real food OK 即你吃雞可以 你不要吃麥什麼雞 你吃完整一隻雞 就是不要吃那些分子了的食物 雖然你說夠不夠 就是溝女兒 就是吃飯 OK的 就是大家祝一個晚餐 然後三四千元一個人 你覺得很爽 fine it's fine 但是你不要日日都這樣吃 不要吃junk food ok 這3486個study的participants 是有depression 一般是吃whole food which means vegetables fish 就是真的 牛就是牛 就是豬就是豬就是豬 雞就是魚 魚就是魚菜 另外一般就是吃processed food 就是大量加工製品 包括什麼呢 我一個港女最喜歡的 desserts 就是前品 refined grains and high fat dairy products refined grains 就是什麼呢 張醫生你知道的 那些pasta糖果都是好吃的 包括pasta pizza ok 精製了的 穀物 什麼叫精製了 就是把它磨了 然後壓了 變成麵 就是麵不好吃 簡單來說 有glutin也不好吃 high fat dairy products 就是這些 乳酪製品 加了很多糖 好了 經過五年了 這個study都很認真 做了五年 就發覺呢 就是 一直吃whole foods的人 他們那個depression 是好很多的 就是康復 或者情況是好很多的 反而另一批 不斷吃精製食物的那些 他們呢 是increase risk 增加這個depression的風險 的 ok 而我們吃healing foods 就是對我們身體有療癒作用的食物 是能夠幫助我們的身體 是降低化炎 ok 那哪些東西呢 是所謂的 對抗化炎的食物 就是Omega 3 foods ok Omega 3 foods 聽著大哥 不是魚油丸 魚油丸已經氧化了 我說了一千次 其實 因為溫度的變化 令到它氧化 ok 我知道的蜜蜂 不是氧氣 我明白 我也明白 它沒有見過 一個蜜蜂在瓶裡 我明白 但是溫度 ok 不論在哪間 連鎖商店買 它晚上都會冷氣 你明白嗎 所以不論你吃真的魚 ok 你吃真的魚 你不是光顧我的 你出街 我管你是茶餐廳 還是Rubuchon 還是三星米之靈的餐廳 都不理會 總之你吃魚 好不好 多吃一點魚 就是幫助你的身體去對抗發炎 因為Omega-369的比例 是會影響你身體的發炎 你腦裡的Lipids 就是你腦裡的油脂 其實就是必須脂肪酸 所以過去幾十年 自從NCLT上了Time Magazine封面之後 叫大家避開脂肪 避開膽固醇 避開飽和脂肪之後 你不發覺Depression多了很多 你不發覺 那些Alzheimer's 就是那些腦退化症 多了很多 因為你的腦是需要膽固醇 你腦是需要脂肪 必須脂肪酸 必須脂肪酸 是Bloody hell必須的 OK of all those fatty acids 33%是Belong to Omega-3 Family 你的腦裡面 所需要的腦內 必須脂肪酸 有33%是Omega-3 是Bloody 是Bloody A real fish OK That means you need to eatOmega-3 Bloody for your brain to function 阿媽是老母 謝謝 OK 好了 那你植多些魚 你會比較聰明 沒那麼蠢 反而好一點 生酮也是 當然 你看到我現在 還可以串到人 罵到人 反駁到人 你知道 生酮是有無的 最好的Omega-3 包括什麼 野生的三文魚 就是橙魚 蠻鱼 很便宜 所以你別說 我買不到野生的三文魚 怎麼辦 我沒有吃青魚 很便宜 Haring Haring 就是西零魚 北歐 Skandanavians 最喜歡吃的 有些葉的 有罐頭 我猜你去Ikea 也應該買到那些罐頭 我沒有查過 但我覺得他們有 白的魚 白身魚 Walnuts 盒肚 小店有售 Cheer seeds 奇牙子 Flex seeds 是不是叫阿麻子 I think so Natto 蠟豆 Natto 是非常好的 很多人不吃 但蛋黃 People 過去幾十年不知為何 很奇怪 I'm sorry 張醫生 我真的不是針對你 我知道不關你的事 I'm general 醫學界 就叫大家不要吃蛋 一個星期不要吃超過兩隻蛋 這個時候 各位眼睛醫生 你是否想出來回應這件事 You guys were wrong You guys were dead wrong You told people not to eat egg yolks Egg yolks Cholestero is bad for you Remember you guys said that 今時今日那怎麼辦 你還沒有推翻 As a matter of fact 我就說 1999年 Encel Keys已經說 We've always known The cholesterol in your foo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blood cholesterol Unless you're a rabbit or a chicken 你們奉之為一個 即是 怎麼說 祖師 膽固醇的祖師 Encel Keys 1999年已經說 一向都知道 你吃的膽固醇 和你血裏的膽固醇 是沒有關係的 除非你是一隻兔子 或者是一隻雞 OK 但是你想想 你自己的醫生跟你說 叫你不要吃膽 你說什麼時候 你是什麼時候才看到 一些文章 在Facebook上面 蛋出來 可以了 蛋吃可以了 一天吃兩三四隻 都沒問題 OK 所以是不是真的 I'm sorry to say 但是是不是真的 有一個方法 一個方法 能夠 很恐怕沒有想 I don't think so OK 你發覺好笑的就是 如果過去幾十年 沒有理會到 那些醫生建議 照吃蛋 照吃飽和脂肪 they probably in better health OK 再說下去 就是吃菜 OK 吃菜 就是因為 很簡單 如果你有folate deficiency 即是 folate 中文叫什麼 是醃酸 就是維持B 就是一個 是會有depressive symptoms OK 所以吃多些folate foods 包括菠菜 包括 asparagus 中文叫做 露筍 yes 牛油果 西蘭花 大家聽不聽到 我生同叫你們吃的 幾種菜 聽到 菠菜 露筍 牛油果 西蘭花等等 是很多folate folate folate 葉酸 OK 就是 幫助你的身體 對抗depression OK 你的身體需要這些 去 將你的 怎樣說 去 combat 那個stress 你的biochemical change 會需要一樣東西 Roseberry後面 挺好美 OK 這個就是 印度的Journal of Psychiatry 就發覺 如果你超過六週 吃很多抗氧化的食物 不要跟我說吃藍莓醋 我說真的藍莓 OK Booberries Golji berries 是柑橘 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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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不抗氧化的腦 是有分別的 它是有發炎 雖然 亮燈的情況 Healthy Fats 就是好的脂肪 好的脂肪 可以幫助你的身體 吸收抗抹質 和維他命 尤其是滋溶性的維他命 我們吃Healthy Fats 能夠幫助你的身體 對抗油尼肌的攻擊 OK 好了 記住不是說芥花子油 大豆油 菜油 我們說什麼是Healthy Fats 椰子油 橘子油 橘子油 紅棕類油 不是一般的棕類油 紅棕類油 OK 你看到我店裡放在這裡 那些就是了 當然 你不是要在我店裡買 在外面買 我不在意 但是 要分得清楚什麼是好的油 豬油 如果沒有打到氫氣 都是好的 鴨油 鵝油 OK 那麼 Healthy Fats 例如 Avocado OK 牛油 我現在看到有一種法國的牛油 沒有鹽的 你可以用來做防彈咖啡奶炒 也可以用來煮東西 OK 椰子油 橘子油 Omega 3 例如 合桃 合桃油 不要用來煮 不過 Flex Seeds 阿麻子油 不要用 吃真的阿麻子 OK 吃蛋白質 蛋白質 蛋白質 對於我們的荷爾蒙平衡 還有 腦裡面的神經 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OK 當你的身體很累的時候 其實 如果你吃不夠蛋白質 你的身體會變得很累 你的抵抗力會退卻 會退卻 會弱 你的心情會變得有起點 最好的打法質來源 包括牛肉 我知道我那天不吃牛 然後跟我說他拜觀音 或者是反眼 因為其實觀音跟牛肉 真的沒有關係 by the way OK 哪一個跟牛肉有關係 是失婆神 Lord Shiva 不是觀音 OK 觀音是不會偏坦牛的 你一天就全部給我戒掉 給我吃齋 一天就全部都吃 OK 眾生是平等的 觀音不會偏坦牛的 那些 哪裏 你這些 哪裏 Landos 那些扁豆 野生的魚 酒地的雞 小店有一隻 美國的沒有激素 沒有荷爾母 沒有抗生素的酒地雞蛋 沒有抗生素很容易 但是 酒地的雞蛋 你容易買到 但是 經成100% 自然 沒有抗生素的雞蛋 沒有打荷爾蒙針 是很難的 OK 然後 Yogurt Greek Yogurt 如果不是太多糖 而且 平時的Yogurt 因為水的味道太多 就有很多脂肪 所以 如果真的要吃Yogurt 就要吃 Greek Yogurt Raw Cheese 還有骨糖 上集有提過 就是發酵類的食品 每天喝紅茶粉 是很重要的 紅茶粉 我們提一提 我們之前那些賣光 我們現在還在發酵 所以不好意思 給我們多一點時間 我們明天開始會陸陸續續 每天會有少量的 OK 都是那句 你要喜歡自己發就發 沒有所謂的 你不需要覺得 5元成本 你可以發多一支 為什麼要買200元一支 那你家裡煮一碟意粉 那為什麼人家要去餐廳吃 八九百元一碟意粉 那就是有分別 OK 分別就是活性 分別就是我的德國原生菌種 OK 我是一期一會 一塊發完就不會再用了 OK 紅茶粉裡面的酵素 菌種 維他命B集 都是針對Depression 很有用的 然後 心酮 比開吃所有的 碳水化合物 尤其精製 和糖分 是會幫助你的情緒 我下一集再講回 為什麼碳水化合物 精製的碳水化合物 和糖分 會影響你的情緒 因為這集的時間太長了 好不好 OK 如果想用機器去檢查物論 就發個訊息去 170-2922 WhatsApp 不要打電話 WhatsApp 就約定的時間 這樣就穩穩 不用等了 你就按摩肩也可以 如果我們人手夠不忙 就可以幫你檢查 好不好 那就 如果你有任何消費 那就會抵消了 就不需要收你過180元 好嗎 然後 有機蛋 如果想要的 也是WhatsApp 970-2922 留定 骨湯 我們有 紅茶館 明天開始 就少量供應 因為 我們發酵 需要時間 我們要保證 那個活性充足 OK 好嗎 今天講到這裡 Woodstock 因為我沒有戴咪 你看到我沒有戴咪 所以就不太清楚 我下次找個咪出來 就好一點 因為暫時不知道要到這邊 拜拜